清北市中河区女性妇人与红姓外甥长期不睦,今天一因外政工作问题又起口角,事后竟基于气愤,持菜刀灰砍其头部,索性警方或报及时赶往并将伤者送医,救治后已无生命危险,全案逊后医杀人未碎嘴嫌疑送法办。 警方调查,女性妇人与儿女都借住在外政家,虽然没有富房租,但家中水电,瓦斯等生活杂费都是他支出,其因为担心外政已经29岁,长期无业不是办法,今天上午念了外政一顿,结果对方反抗顶嘴,一气之下才会拿刀教训。 红南头部被砍出一道长约8公分的伤口,索性伤口不深,救护车赶底时,还能自己步行上车,送医治疗也无生命危险,吕傅主动报案,他向警方公称一开始只是拿刀警告,但过程中红南反抗,伸手掐住他的脖子,才会失手砍伤其头部,但其行为受犯杀人未碎,训后仍被警方送弹。 新北市中和一名女性妇人与红性外政长期不目,今天一因外政工作问题又起口角,事后竟基于气愤,持刀盔砍其头部,索性警方或报及时赶往并将伤者送医,救治后已无生命危险,全案逊后依杀人未遂移送法办。 记者陈俊志翻社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